自信无爱,无挂爱顾 学佛真的很不容易 表面上和心里 是学佛内在和外在的东西 外表学佛学得挺好的 内在没有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观念 没有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那一定学不好佛 师父今天要跟大家稍微讲深一点 希望大家好好运用脑筋 从今天开始 师父要讲得深一点 请大家注意听 学佛内外都要修 内外都修 就是这个人明心见性 其实明心见性是属于修内的 什么是修内的呢 因为明白的心 见到你的本性 是不是内 你今天想通了 是你的心想通了 你今天有佛心 是你的本性看到了 这样的话 这个人的良心和本性 合为一体了 那么这个人内就修得好了 很多人说 心修好就可以了 大家想一想 心能修得好吗 贪心 称心 痴心 嫉妒心 所有的心 它是根据你的意念 而产生的动感 也就是说 你的意念 有嫉妒人家的时候 你的心 就会产生 嫉妒人家的心 当你的意念当中不纯洁 你的心就会不纯洁 实际上 心就像一个指挥部 听着人家发号施令 来随意转动你的意念 你这个人 看见人家慈悲了 你觉得人家很可怜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心 就会转成慈悲心 你看见人家很嫉妒了 那个时候 你的心 就会转为 嫉妒心 你看见这个人 可恨他了 那个时候 你的心 就会产生 称心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内 所以 内在修为 要比外在修为 难很多 心里 要有光明 要清静 要无为 什么意思呢 心里要有光 光是什么 就是光明 想不通的人 心里没有光 整天烦恼的人 心里没有清静 整天觉得自己 很了不起的人 他最后 是无为 无为是什么 无有作为 无所为 有 而无不为 到了最后 无无为 就是这个人 他没有什么 简单讲 就是这样 所以 你没有什么 那你就清静了 你以为 自己有所为 你的心 就不清静了 你以为 我今天 一定要做一个 大事情 你的心 就不清静了 所以 人要把自己 看成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 作为 我算什么 你们算 什么 要想一想 一个人心里 要光明 要清静 要无为 这个人 才能了解到 自己的本性 因为人的本性 就是无为 有什么 了不起的 人 有什么 了不起的 你觉得 你很了不起 白骨一堆啊 所以 你要能够 经常想到 菩萨的光 心中 要清静 我这个人 没有什么 作为的 我就好好地 学佛修心 你已经 接触到 你的本性了 所以 骄傲的人 是学不好 佛的 以为 自己了不起 以为 自己 点子很多的人 这也是 学不好 佛的 所以 学佛 需要诚诚 恳恳 老老实实 不要以为 自己到处 都是点子 耍小聪明 这个人 是不懂 佛法的人 只有明白 彻底明白 我们应该要 有佛菩萨的 智慧 来解决 人的一切 而不是 靠着 小聪明 懂这一点 这个人 才算是 明智的人 那么很多人 会搞不清楚 什么叫 小聪明 什么叫 大聪明 小聪明 大聪明 都叫聪明 聪明 不等于 有智慧 师父再三 跟大家讲 聪明 就是能解决 一些问题 以为自己 眨个眼睛 说个话 吹个牛 以为自己 所说的话 人家不知道 以为自己 做什么事情 只要我不说 人家都不知道 这就叫 小聪明 占人家便宜 这就叫 小聪明 真正聪明的人 是有智慧的人 是能够 明白事理的人 所以 学佛 要懂得 真正的佛法 你们学到今天 你们明白 什么叫 真正的佛法吗 真正的佛法 是要 大智根器的人 才知道 这种佛法 什么叫 大智根器 大家明白吗 就是他前世 修得非常好 今世能够在 人间 有大智慧 勇于舍的人 这叫 大智根器 也就是说 前世已经 修得很好了 然后呢 今世又学到佛 有大智慧的人 这叫 大智根器 才知道 这些佛法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今天 在座的人 在这里 听师父跟你们 讲佛法 你们实际上 就是拥有 大智根器 但是 别忘记 是局部的 大智根器 因为你们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坐在这里 可以学到 很多东西 你们可以理解 菩萨很多的 佛法和思维 以及菩萨哲学的 思想 所以 你们能够 坐在这里 能够享用 菩萨的智慧 和慈悲 来改变自己 那实实在在的 已经属于 大智根器了 还有很多人 学了一定时间 学不下去了 觉得没有什么 可学的 觉得我自己好了 我也不要学了 所有等等的 这一切 这种人学到的 是粗浅的佛法 而不能学到 真正的佛法 真正的佛法 是你能够 深入到 佛法中去 去理解那些 深奥的理论 和他对人间的 指导和实践 所以 师父跟大家讲 真正的佛法 就叫 有违法 有违法是什么 刚刚跟大家说 我们人不要以为 自己很有作为 是无违 那么怎么又会说 有违法呢 大家想一想 就是由于 你无所作为 你觉得 自己没有什么 你才能 有作为啊 你不把自己 看得很高 实际上 你就是很高啊 你把自己 看得很高 大家都会看扁你 不把你当回事 实际上 你就没有 升得很高 而当你把自己 看得很低 实际上 你不停地在做 在学习 在努力 在学佛 度人 度众 那你实际上 就是在做 有违法 想想看 在公司里 你把自己 吹得再高 老板一下子 可以把你换掉 假如你说 我无所谓的 默默无闻地做 你说公司里 你有没有作为啊 有的啊 夫妻两个 吵架的时候 吵到后来 老公说老婆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就洗洗碗 做做菜 领领孩子吗 请问你这个老公 你想想 你能领孩子吗 你会做菜吗 太太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就在单位里 上上班吗 你去上班吗 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因为你觉得 自己太了不起了 你觉得自己很有为 所以你才会成为无为 你觉得自己没有作为 你才会成为有为 如果懂得有为法的人 实际上 他已经是 有点见性之人了 就是见到本性了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今天去度一个人 我就是用的有为法 因为我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作为 我可以去救你 我就是见到本性之人 你不说 人家也不会看扁你 你说了 人家也不一定把你看高 所以 真正能够见到本性的人 要自信无非 就是自己认为 这个世界上 没有是非了 要自信无爱 就是自己的心 要没有障碍 要自信无乱 也就是说 自己的心 从来不会乱 你的本性 对所有世界上的问题 没有是非 你的本性想做什么 你就让它做什么 因为本性是善良的 它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好的 所以 要没有障碍 比方说 我想去帮助一个人 但是呢 我有障碍了 我有自私心了 我想了一下 我要不要去帮助这个人 帮助他 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这叫有爱 有障碍了 你本来的本性 是很好的 你完全可以 无碍地 去帮助人家 但是 因为你心中 有障碍了 你觉得 我划不来 那么你就叫 自信有爱了 然后 会答到 自信有乱 自信有乱 是什么呢 因为你有阻碍了 你拿不定主意了 这个事情 我到底 要不要去做 想过来 想过去 你不就乱了吗 你们想想看 很多人 很聪明的 做一件事情 很坚决 我很快就去做 这件事情 但是 一旦他心里 有障碍了 我能做吗 我这样做 会不会好啊 他会不会理解我啊 我这样做了 人家反而觉得 我会对他 有什么要求呢 我又没有 对他 有什么要求 有障碍了 你的心就乱了 所以 首先 不要给自己的心 设障碍 完蛋了 我再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